大家好,我是Linda 今天我们由您开始学习PS2021年版第一节 新建文件 首先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PS PS的总称是Adobe Photoshop 它是一个图形图像软件 是用来编修以像素所构成的数字图像与绘图工具 PS的功能是用在照片、文字、视频、出版物、图形等等进行编辑工作 PS应用领域包括照片美化、图像合成、平面设计、绘画、插图、加字、UI设计、摄影后期的编辑等等 首先我们打开PS的界面 打开的界面是这样的 如果你以前有用过 它的文件就会在下面看得到所有的图片 如果你没有用过 它这一块就是空的 这里就是菜单栏 这里就是新建 这里就是打开 打开以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片是菜单栏 左边这边是工具栏 好,如果你不想编辑旧的照片 我们把它关掉 就新建 新建你可以在这里直接按新建 或者是Ctrl加N 打开新建以后 我们就可以看见新建文件的界面是这样的 它有三种方式可以新建 第一种是剪贴板 第二种是自定义 第三种是默认的形式 新建 首先我们示范用剪贴板来新建 好,这里直接按新建 按完新建以后 就可以看见一个白色的背景 接下来我们去示范剪切一个图片 例如我们要剪切这个图片 我们把它剪切下来 然后存在桌面 存完以后我们又回到Photoshop 然后直接按Ctrl加V 按完CtrlV 它就会把你刚刚剪切 复制的图片的尺寸大小来粘贴到画板上 接下来你就可以用菜单栏和工具栏来编辑图片 下面我们用自定去建立 自定你就可以自行改变它的宽度和高度 好,这里的单位要用像素 这里就给它取个名字 然后按新建 按完以后 我们就可以看见一个白色的背景 这个就是处理图像的主界面 接下来就去文件这里打开一个你想要编辑的图片 打开 好,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图像在这个界面上 好,接下来我们用默认的方式来建立 默认的方式它的宽是16,高是12 这个是尼米啊 好,我们按建立 按完建立以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处理图像的主界面 今天为大家介绍了如何新建文件的三种形式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订阅、分享和点赞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集再见